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画掌 今天我们来摘这个野板里 就摘这个树还是蛮大的 爬树 一个都不掉 没反应 掉了 差点打到头上了 好了 下去捡 这个树好像要断了 看它好怕 下完雨这个树不好爬 特别滑 哎 更捡豆子似的 这里还有一个白的 还是嫩嫩的那种 今天忘记拿袋子出来了 就拿衣服兜着 这个好大 绵绵的 小时候经常去摆这个板栗 老是被砸到手 又痛又痒的 裂开的还好一点 特别是那种没裂开的还要砸 捡了那么多 来 为家炒的好吃一点 特别是出太阳的话晒几天 然后晒的干干的 那样吃起来更甜 炒了之后就特别粉 炒之前的话像这种板栗 用个小刀开个小口子 那样炒的话更容易熟一点 而且炒了之后一掰就开了 甜甜的 这些可以拿回家炒出去 小伙伴们 你们平时买这个板栗的话 要多少钱一斤 可以在屏幕项目里面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花子TV 回家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花子TV 接下来 Antes 到时 wanted to